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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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好 那幾乎10分鐘後的休息 希望大家的精神有力來了 我們接下來進行下半場 好 那我們下半場要報告的是 新北市的舞蹈 由鄭杰人朱泰樹還有李懿斌三位 那他們是大部分的時候 都是跟我們在網路上相見 那我們手作步道的時候 有見大家一起實際手作 那今天很高興大家一個人到現場 來跟我們一起來分享這個重要的時刻 大家好 我們這一組主要要報告的是 跨越時空的一檔 我們這一組主要報告的主要是 跨越時空的一檔入市府舞蹈 我們這邊主要會有一個步道介紹 然後還有我們會去調查一下這個步道 然後看有沒有什麼問題 然後我們希望可以改善它 然後也希望會來給你推廣大家 那這個步道就是 它位於新北市的心電區 心電區還是很大 它位於心電的南方 然後這邊是心電區 然後它是在心電區的支流 但也有人稱這為刺皮 那這條步道就會在那個心電的地區 那為什麼我們會選這條步道呢 其實主要是因為我們其他人大哥 它是出在心電區 那因為我們對自己居住的地方其實很容易 其實都不是很認識很研究 那也許是因為我們希望一個在地情況或是什麼 希望好好的研究一下自己居住的地區的一些歷史 或是步道這樣 那從歷史來看的話 在日治時期的地圖裡面 就已經有 爐竹爛到赤皮武這條武道 那這條就是赤皮 赤魯武道 那從最早的心電時期 就有紀錄是有漢能到 透過這條武道到那個赤皮武那邊去開墾 那在日治時期也是一個保甲爐這樣 那後來民國政府來的時候 在這條步道的對面 興建了一個花園新城的一個大型的 山坡地的那個社區 那後來 但在一位古道的末路之後 後來有登山隊 開始在這裡做登山 然後也開遞了這條古道這樣 那我們接下來就是會去吊台一下 然後做一些分析這樣 那主要會有一個次大原則是說 它的公共性 因為它目前的古道 已經失去它原本的保甲爐的用途了 那目前只剩下那個當地的居民 或是附近有一些農民或是菜 在做使用或是遊客等 那它的整體性的話 因為它是非常低度開發的 那針太非常保留非常完整 那又臨近一個大型的社區 那也許它可以推廣成一個社區型的步道 那讓這次公園的改變 那社區的住民可以到附近去清清大自然這樣 它的必要性就是它的開墾的歷史上是一個重要的一個道路這樣 那但是它有一個擴切其實 因為我們在調查的過程中發現它的部分路段 其實是有崩塌或是蝕毀的一個狀況 那從地圖來看的話 它其實是沿著這稿赤皮C 那這邊就是花園新城的一個彈設局 那這條步道就是連著這個C在行走這樣 那從這個Google的那個Google Earth子來看的話 它是連著那個零件在做腰道這樣 那它長度大概1.8公里 那爬升也會多大概145公里這樣 那這條步道呢 從入口開始就是會進入到竹林 然後中間會有些什麼 曾經興建的一些時間 然後也有一些當時民國政府建置的一些指標 那也有一些民屬的一些古蹟這樣 那還有一些古厝 然後還有一些天然的步步這樣 那這條步道其實會有一些 大部分的路徑上都是原始的 三進幾乎沒有什麼樣的 新建的工程 那只有一小部分的路段被鋪了一些水 那還有一些部分路段因為太少人走 所以會有一些植物茂密 就是妒忌不明顯的狀況 那因此我們在分級上 我們會把它分級為箭角形的 那箭角形就可能適合部分的坦克 或是部分有經常來登山的 或是體力較強 那這會在我們如果要去推廣它 或是修繕它的時候 我們就會希望在修繕的時候 不要去破壞它原始的自然工化 那這個是我們做的一些生態調查 那我們生態調查 因為完整新的生態調查 我們它的時間性 那我們這邊是從走過 完整的總共增長度到 然後用可釋放的那個所 紀錄到的一些植物 那我們可以發現它八成以上都是原生種 所以它是一個非常低度開發 然後保留非常延時的生態這樣 那這是在這個過程中遇到的 看到的一些植物這樣 那從一些中上層的植物去看 例如有水桃木、大葉南 然後還有人潮汽 這些就可以很明顯看到 這個地區是很潮濕 然後透光度低的也有環境這樣 那對步道上的 就會需要在修繕它的時候 就會需要去注意水的問題這樣 那這是在這樣子遇到 那邊青蛙、大灣丘下 那在氣候條件的話 我們是找最靠近木道的驅持觀色彩 然後統計了它七年的營養 那平均下降大概十五天內 每個月平均有十五天都在下 所以在木道糾浮的時候 可能會到第一次多次 然後在土壤 那其實土壤就是葉岩、沙岩、塗塗塗 然後那是黃岩的材質 那這次我們做了一個簡單的採樣 然後做一些稍微水的粉清 那它在土壤上 其實透水清還是OK 不會說很嚴重的溫泉 透出的 那我們從蘇瓦和日本其他的話 它有以前歷史的背景 然後還有豐富的震撼 那它的劣勢是 可能大部分露端都是在私有地上 那它的機會是因為它臨近一個大型的社區 那也許可以發展成一個社區型的木造這樣 那它的危險是有部分露端的崩塌 導致我們會接下來會去想辦法去修戰這樣 那第一個問題是 就是我們登山露道 它其實原本是有一個指示板 但是後來因為不知道什麼原因掉了 所以導致它的登山口徑是非常多明顯 那這方面的話可能就是 我們會去思考這樣子 用比較好的方式去表示出這個渡頭這樣 那第二個問題是它其實有蠻多的路段都有崩塌 那我們從國土社會的圖姿來看的話 它其實已經表示出這個在路 步道上有部分路段已經有長鬆跟路 路法的地法的危險這樣 那我們在實際上去看看的時候 其實也是有發現 就是主要的問題就是 因為步道的使用人數比較少 所以其實有路跡不明顯的問題 或者是先民做的一些谷那個階梯 但是因為旁邊都被水給沖死 就是沖死的嚴重 那也有部分需要去處理積水的問題 然後還有就是靜體比較嚴重的就是剛好陸基 就是前幾天下大雨然後陸基沖死的一個問題這樣 那這邊的話就會希望就是 做一個解水溝或者是去步道負面的整體 去改善這些問題 那熱蟲水溝的話就要去想辦法回血這樣 那這個陸基不明顯的話 就可能就要做一些負面的整體或靜水 然後這也是沖死溝要去處理 然後這個陸基比較有失的問題就比較嚴重 需要想辦法去做回血或者是 做一些簡單的補助剩死去幫助通過這樣 那其實主要問題就是這三點 就是步道負面前啊 需要去清除炸草或是裝置夠嚴重 我們需要去回血 那還有陸基的儀式我們可能要設置補 補助剩洪殺結這樣 然後目標是希望以第一干擾核的方式去修復這個古道 然後維持上古道的原貌這樣 那未來的的話 那黃色這一條就是我們原本的赤乳古道 那荒野新城的那個社區在這裡 我們希望結合它的一些支線 然後讓這邊 這一條步道變成一個社區型的步道 那讓社區可以去情景大致這樣 那另外這裡就也有一條比較歐型的重頭 可以提供給光光 跟登山客讓它有一個比較挑戰的一個路線這樣 那希望去活化這整個地方 謝謝大家 好 那下一組請準備 那下一組是台中大渡期開的勝負檔 由陳宏厚、張學席、張惠至三位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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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師們 各位貴賓還有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們是旗艾可勝組的 那個步道的一個分享 那我們的組員有陳宏厚先生 那我們這個簡報的一開始呢 我們有一個前言就是 希望就是守護大陸山景存的一個原始步道 那景存其實我也是用很比較淺的顏色 景存的意味著就是這個步道慢慢的在被破壞當中 所以我們在入山的時候 希望可以跟這個步道做一個很觀察性的來一個 做一個對話 也就是說你在走這條步道的時候 可以去用眼睛去觀察這個步道 速衍生出來的一些問題 那我們的簡報的內容裡面 我們把它分成就是前世今生跟未來 那就是前世的歷史跟今生的現況 然後還有未來你們期待的是什麼 這樣子 所以一開始我們要講的就是當我們的步道 當我們透過步道進入山林的時候 我們帶來了多少的擾動跟這個衝擊 是我們能夠 是我們要思考而且是我們到底能夠做些什麼 這也是我們來學步道學所要建立起的一個 好觀念這樣子 那一開始講這個歷史的部分就是 大陸王朝在早期1732年的時候 就有這個台灣原住民的那個 帕羅羅拉組跟其那組 共同建立起跨部落的一個網路 那它的範圍其實可以南端到路港 北端到這個桃園 那這是我們現在找到的一個相關的一個參考的照片 那你可以從這個玉永和的這個皮海基友裡面 發現到它裡面的文章有提到就是過亞素色 那亞素色其實就是彰化式到我們大渡鄉這個 這一段的距離 它這一寫就是說一路大小的基石器 就是反映到大渡山的一個那個短石地的一個特色 那我們從博圖車位裡面去找到這個 有關於這個旗艾格森的這個 這個步道其實也沒有找到任何的資訊 所以我們還在努力當中 所以它的這個位區區位是在這個大陸區的大公里的一個位置 那海拔是在這個186米到 長度差不多是一公里的一個距離 那它的相對位置就是取於這個中間 就是北邊有這個環保通靈步道 南邊有萬里長城 是屬於在中間的位置 我們不是取巧少一個最短的距離 是因為它的可作性可能會比較高 而且比較天然這樣子 那如果是以這個基開德盛為中心點的話 剛剛有提到就是北端有這個環保公園步道 南邊有這個萬里長城 那它的交往部分就是有 右邊有這個就是東邊有這個台中建立所 然後右邊有這個 左邊西邊有這個大陸火車站 所以它的交通的可及性就是可以從這個 大陸火車站下車之後可以步行三十八分鐘 或者是開車也可以就是五分鐘 那如果坐公車到這個台中建立所下車的話 也差不多步行二十五分鐘 所以這裡要講就是 它在交通的擾動性會比較少一點 所以我們的這個萬里長城的步道 它其實也有建設這個 停車場還有一些洗手間 那這些建設其實對於這個 步道上面的一個擾動跟打擾 其實是也是一個需要思考的一點點 那從台灣保圖上面去做搜尋的話 那從台灣保圖上面去做搜尋的話 我們的步道是 這個地的部分是屬於保安林 那合衛保安林它其實就是一個 藉由森林植物 然後可以做一些 潔流雨水 然後減少沖食 然後保護土地 然後達到鞏固土石跟海洋水源的一個作用 所以它的目的呢 其實就是希望可以發揮 森林保育水補 還有就是防護自然災害的一個效果 那大樹山林植物那樣呢 除了六七八月之外呢 其他原本都是在一百毫米以下 那集中在六月的六八八 六百八毫米保水 所以這是它就是下雨後的一個 我們去觀察到它积水跟沖食溝的一個狀況 那地質的部分 你可以看到照片上面有這個 黑色點點的這個部分 其實就是 百分之九十五都是沙地護城 一個地質狀態 圖字的部分就是屬於這個 洪基軟實地 那以上我們的這些基本的一個調查之後 我們反觀到我們的期待特勝 用這個美國的一個 ROS的步道分級裡面 它就是一個國家步道系統法案的一個 步道分級制度 那我們用這樣一個制度來反觀我們的步道 那它其實就是從這個分成五級 就是從這個第一級的未開發型到這個 第五級的完全開發型 那我們的步道我們把它分成前重後 那特別要提的是中間這一段 它有前面撥面的一小段 其他都是天然的土路這樣 所以前段的部分 它有一些人為設施就是指示台 然後還有就是 路口處的一個房子 車廂進入的一個障礙物 它的一開始的路段就是偏就是2.5米 然後樹種的話就是以榮樹為主 一直銜接到第二段的這個步道的這個 三叉路口呢 它就有指示板 還有就是人為的這個木做了修氣區 然後往右邊就是繼續我們 騎開德盛的一個步道 然後往左邊就是往這個萬里長城 所以這是一個兩個步道相接的一個交叉點 所以前段到這裡就是開始這個水域撲面的一個起點 然後一直走到這個至高點就是一個集水區 就是我們這個有受停 它就是水域撲面的一個終點 所以這裡就是一個大量的就是 雨水來的時候的一個集水區域 所以往下宣泄的話 對於我們步道的衝擊是有一定的影響 這就是後段也是天然土路 就是已經受到這個 那個路跡已經不是很明顯 已經都被沖刷的 比較難以去做判斷路跡 那這個我們以上的這些觀察 我們把它做成三四級的一個分類 那它是比較便宜四級 但是我們只是希望做在第三級 因為基本上我們還是以自然元素為主 然後路跡能夠讓它延續而且是清除 所以它的這些像 整段只有中間一小段是水域撲面其他 都是天然的自然的撲面 所以我們希望未來在這個期許上面 希望它是屬於鄉村跟遠遠 還有休閒期的一個步道 所以整段的這個步道裡面 就中間這個有虛線的部分就是水域撲面 那其他都是天然土路這樣子 那整段的距離裡面我們就把它分成四個工區 一二三四 那它的主要狀況就是有就是 縣框就是這個浮根的狀況還有沖石還有水域撲面的一些微物 還有沖石頭跟地層那個步道下石這樣子 所以我們要做工區一的部分 就是希望用減斷的停血區 然後把它做回庭跟解水的一個功項 讓那房子就是人走在上面不好走 而且更多的更多的這個二化 二的話就是工區二就是希望我們的這個工部門 可以來做一個維修跟維護 工區三的部分就是希望這個沖石溝的部分 可以增加更多的這個解水的一個功項 然後用土石加以沖石 讓它的雨水可以更順流 也可以做有效的消火 工區四的部分 它就是步道下石所以很嚴重 所以我們也是希望可以做一些回典的一個功項 讓它不會再繼續做一個惡化這樣子 那齊甲可勝的植物群大部分分布是這個相思樹 那它其實它是一個質地非常的揭秘 然後是一個很好的防風 還有綠化保護水土的一個樹種 所以它也是一個我們在做步道的時候的一個很好的一個材料 線材 然後齊甲德森裡面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落石的一個植物 它就是一個分析非常發達的一個植物就是落石 那它可以讓這個表土的一個殖地可以減少更多的這個水土的一個沖刷 那你這個以後在做這個步道的時候可以 我們的有些部段可以做這樣的一個植物的一個栽域 那這個是我們後續有做一個比較的就是 在這樣的一個區域裡面 同樣的天氣、同樣的土壤、同樣的這個壁紙 為什麼我們要選擇這一條 然後萬里長城跟這個環保護道的一個現況 就是像這個有膚洩或者是已經都下陷 步道下陷 然後都泥泥 然後水都排不出去的這些問題 希望在未來的時候我們的期許 希望可以不要在這個其愛的事上面 來做更多多餘的 或者是讓人們走在上面是更加的不安全 這件事情可以去做一個改善這樣子 所以最後最後我們就是希望 我們生活在這個世界上 最希望的就是體驗一個很溫暖的一個感覺 生活體驗是溫暖的 所以我們希望在未來的這個 未來的這個學這個步道學追蹤 希望可以透過我們以上的這些觀察 還有評估分析 可以大家一起來做這件事情 讓這個步道學可以更加的走在上面 更安全、更舒適 然後最後的最後 如果讓我們不再分開 其實這就是他們是誰 他們就是向左走向右走 其實同一條步道一百個人來走 最後一百個走法 讓這條步道就是會更多的數 所以呢我們希望就是 用手做步道的功法 讓我們不再各走各的就是那兩位 就是希望這條步道可以大家 透過手做步道可以走在同一條路上 然後可以很安全也很舒適的 一起走上這個手做步道上面 然後不願分開 謝謝大家 再一起 再一起 好 好 最後一組 是台中大渡瑞景區域步道 由朱木坤、張玉成、沈黛華三位 請上台 好 各位貴賓老師以及各位同學 大家午安 好 我們這一組 我們所 這次的目標的那個步道是 大渡台地的聚寶盆 大渡瑞景登山步道 好 那我們的主緣 我是沈黛華 然後有我們張玉成 朱木坤 還有我們三位一起來完成 好 我們下一頁 首先我們先來為各位介紹的是 我們會依照時間線來介紹 這條步道的過去、現在跟未來 那在過去的部分 這個步道其實是一個 有豐富人文歷史的一個 一條步道的區域 那大渡登山步道 他的所在地 是在台中市的大渡區 跟我們其他德森是同一個區域 那從 其實從瑞景底開始 那他的重點也是在這步裡 那這兩個區域呢 事實上是非常古老古老的一個區域 他們從在都有百年歷史以上的一個生活的聚落 那過去瑞景底的舊稱叫做金鴨桃 因為他是在一個山區水源地 居住就在那個山泉湧出的地方 而得這樣一個地 那這步呢本來叫了一份 那後來因為這堂製作文明 所以就改名叫這步 就是一個製堂的一個地方 那這兩個地方其實在我們台灣寶圖裡面 都可以看得到 他是先民過去在祭司祭司平谷族生活的一個聚落 那其實我們任養的 我們希望能夠著力的這條步道呢 就是用1.2公里的這樣的長度 連結了大陸山兩個先民生活的一個綠色的南道 那我們剛剛也講到這步 這步他製堂 那製堂的歷史其實在整個大陸山的海底 其實在過去百年是我們台灣很重要的製堂的一個區域 種植甘蔗的區域 從清朝道光年間當地的氏祖 他在這步開了 又經典發張的商號開了一個堂場之後 一直到日據時代市堂 書士會社在大陸山台地做一些經營 包括在日據時代就有五分車 事實上是在我們的這個台地附近是有車站的 就在現在的五泉西路的那個交流道附近 以前叫做葛珍的地方 就有火車會把我們大陸山台地的甘蔗 收成甘蔗然後載到沙路 然後到後來的台唐的時代 我們民國台唐公司的時代載到了烏日 所以這很可惜就是說這些歷史文化的已經 在現在這部的這樣的一個區域 其實已經我們看不到一些留下來的歷史 不過在這個區域很棒的就是說 他有一些社區特色 比如說他有留下來三口的百年的母親 來告訴我們吉他陶的故事 然後也有三顆百年的母親之花 就在我們瑞景裡的那個福德恩寺的前面 然後另外也保留了豐富的頭角柱 完整的保留了非常美麗的三合院 那另外在這個瑞景社區裡面 我們也可以看到二次大戰時期 有留下來一些彈孔的一些遺跡 那後面兩下的部分 其實我覺得為什麼我們把這個區域叫做巨寶 因為像在每年的三四月是紫斑碟 是徽兵舊會飛行的一個路線 以我們臺中鳥會的觀察 像在我們的登山步道實際上的觀察 在去年徽兵舊有觀察到十百多隻 今年也觀察到兩百多隻 所以他就是一個園區寶盆 除了他本身我們講說他是一個原始生命多 然後有很多大部山原生物種之外 還有外來的這些道路會飛到我們這個社區來 那接下來我們請 巫島的相關資訊就由我跟各位做解說 那這是現在的一個概況 那我們看一下我們這個大陸瑞景 跟巫島的一個目標相關資訊 那巫島的一個海拔的一個變化呢 他基本上是一個大概是一個凹子型 那兩端的入口呢 抱歉這個入口標的位置比較正確 入口應該在這個位置 所以兩端的入口是比較高的 那中間這個地方的話 那經過這個溪流的位置 所以相對的那個海拔上是比較低一點的 所以兩側的海拔大概是200多 中間的位置大概是差不多200左右 5到200 那霧面霧道霧面的整個寬度上 大概是1.5到2.5之間 那落差來講我們剛剛要稍微提過 就是大概是100到200之間 那這個坡度上 各位可以看到這兩側的這個 霧道兩側的話 他相對都是比較高一點的 那落差上的話 這個坡度上 差不多都有20度到23度 甚至有的地方到25度的這個坡度 裡面的落差 那藉由課程上學習到的 就是我們知道說 去查這些相關的資料 那比如說地擠上面 我們就把這個軌跡的位置 套到臉進去之後 可以知道它有土地的擁有者 那我們這塊大度位底的正常步道的話 那當時它的一個擁有者的部分的話 是有私人地也有 不會有一般地 就大概是保安寧的部分 那地址的資料上面的話 也藉由查詢這個地址相關的資料 不過他可以知道說這個軌跡所在的一個位置 大概是更衣式的一個地址年代 那屬於地址 地址的話 屬於頭科三層 那地址的組成 好 就是這種沙利木層 或是奉利一點這種 專有的這種物質 不過很高興我們剛才前一組 其實那個旗幹的正位置 其實滿接近的 所以我想他有做了一些解釋 這邊我們就不贅述 那土地上我們比較感謝 土檔上我們比較感謝就是文靜 他幫我們去做了這些土檔上的一個 很多的一些說明 就是我們同學裡面有這種土檔的專業 所以藝術中心大學服務 所以藉由這個他的專業部分 其實大家同學之間的交流化 我們可以對土檔有更多認識 但是查詢系統上我們可以查出來說 這個地方大概就是一個黃檔 然後他大概有些歷言跟黃 歷史跟黃檔的這種 那你可以看到這個歷史跟黃檔的 這個部位大概是落在這個比較低 另外的地方 那氣候上我們透過去查詢 這個剛才前一組也有少來提到 那我們講一下重點說 剛才剛剛其實有提到就是說 雨量的部分其實落在六七八月 七八九月 那大概是落在夏季的降雨 所以是有很大的一個 主要每年的一個降雨量 大概是落在這個夏季的部分 那我們的優勢比較好一點的話 這個測散其實離瑞瓶步道其實是相對比較近的 就連我們的步道更近 但是大實度來看的話 我們看到一個趨勢就是說 他也有一個夏季的一個想像 也有一個情況 那根據這個步道分級的原則的話 我們從他的特色啦 支援組織碼 還法聽這些相關的這些資訊 去做一個步道分級文類的話 那我們可以大概可以知道 就是由這個使用的油分級大概屬於 算是休閒級的 所以他是一般大眾 可以去利用的 可以去益護到環境 所以設計上的話 他就要朝一般大陸可以利用的 甚至可能要知道一些 製作一些障礙的一些空間 便利這些一般的遊客可以去使用 那根據這個環境同質性的分析方面 我們大概從這個資料上 如果這個字比較小 那我們大概回到一些重點 那大概就落在這個 就是半自然跟自然 就是比較原則跟自然之間的這個 這個交 就是比較是 這兩個類型之間的一個特色 然後在環境特色上 人緯的一個 入行程度上 土壤的一個使用模式 或是自然地上 大概都落在這兩個幻蟲裡面 好那 這個原則自然之間剛才 帶法也稍微提過了 那我們這裡來提一下 看看裡面 到底環境自然之間 那這些自然之間其實來講 其實是一個很好的一個自然環境 教育的一個遊戲場 如果我們把小朋友 帶來這裡面的話 當然他不是為了學術而來 大部分是為了來這裡 入行 好OK 那植物的部分 最重要大概就是 牆圍的一個部分 好那這個剛才大家有提過了 裡面的一個 那這邊我們同樣去架的自動相機 不過目前是就看到 眼毛跟白皮信 所以我們很期待說 這裡過往是有15個 讓我們想說 真正的虎爺 它能夠再出現 那步道理的問題跟改善方 我們就交給 跟本代寶 我現在先跟各位介紹 就是我們觀察到了 步道的問題 那這張圖我們看到說 在下面的話 是在那個 在去年 就是步道做一些 建設之前的一個情況 那那時候是整個 是非常自然的一個環境 那後來其實社區的一些 建設公關進去以後 其實對應整個環境 有一些的勞動 那既然已經勞動了 我們怎麼在後續的一些 改善上 然後盡量的維護它 是一個自然的 一個自願的環境 這樣 那我們觀察到就是 其實這個步道 就像剛才講的 它的入口跟終點的部分 它有脫度其實是很陡的 那甚至最高 最陡的地方 甚至可能到30度的一個狀況 那因為它就是一個 它就是同個三層 它整個軟石非常的 就是整個路面上都是軟石 那不管其實我們實際上去走 不管是晴天與天晴都非常的難走 那這也是當地的社區 他們也希望夠改善的部分 那步道高的那個出口跟入口的部分 我們是希望能夠用 誤接的方式來做建設 那現在其實社區 它已經有做一些布階的部分 他們是以枕木軟石的布階的一個設計 那現場也還遺留一些枕木的一個部分 那也許我們限定 現場就是運用現有的一個材料 那我們在做布階的設計的時候 我們可能就經常利用現有的材料 可能用枕木或是用現有 因為我們看得到一些軟石 來做那個開接的部分 那這個步道其實還有另外有很大問題 就是水管理的部分 因為在這個步道的那個土石的部分 它其實是它不大能夠去把水吸到那個土塵裡面去 所以它整個沖刷是非常嚴重 整條步道的邊坡沖刷是非常嚴重的 然後尤其像我們大概看到 我們七八月去做探勘的時候 其實它邊坡沖刷還有路面的 那個土石的一個堆砌的部分 其實沒有那麼嚴重的 到我們九月在去探勘的時候 整個甚至有兩個地方 就是那個水道經過的路面 整個它的邊坡其實整個都是露塔的 所以那個水的管理 是我們在這個步道的那個管理上 是需要去做的 那比如說邊坡沖刷的加強木坡 或是其實我覺得 我們在現場看到那些軟石的部分 其實可以利用它來做排水的設計 就是怎麼在路面鋪塞的時候 利用現有軟石來增加 就整個步道路面一個水的一個 排解的一個功能 那這部分 然後再利用現有一些圖石的部分 那第三部分就是 設施軟石的部分 就是事實上這個施工 其實沒有超過一年 可是它的那個整部破壞的狀態嚴重 那現有整部使用完以後 我們覺得說 也許我們運用現有的軟石來替代整部 可能會比較好一點 最後的話我簡單的分析一下 這條步道裡面的話其實我們希望 這條步道裡面 我們希望把它監測成一個自然環境的遊戲場 所以我們說步道裡面的話我們可以有 這條步道的話 因為可以在鄰近所謂瑞景跟政府裡 所以我們可以走入裡面的社區裡面 剛剛介紹的一些老故事 然後去看看他們遺棄 然後這個 然後這條步道裡面還可以關 所謂關的話 就是因為它自然 沿途自然公布生態很公布 那我們就帶人 帶民眾裡面到裡面去看一些 看一些食物 看一些動物 然後看一些昆蟲 然後做一些環境的教育 然後這個步道也可以感受 因為這個 親近自然之後 我們把我們的眼睛 剛關的時候 我們是要把眼睛 蒙起來之後 我們就把我們的屋桿給打開 其他的感受 所以我們可以 可能在這個步道裡面 靜一下醒來 我們可以聽聽風聲 然後聽聽蟲鳴娘叫 聞聞花香 然後感受一下 輕功不過你幾乎的感受 所以就把屋桿打開 把你的壓力可以做到適當的釋放 然後最後的話 我們還可以 在這個地方 也可以做遊戲 因為我們把環境建好之後 還可以在這個 所有的民眾到這個地方 放下3C的產品 然後走入自然之後 我們的 你的自止之心 就自然可以浮現 然後在這個步道裡面的話 我們可能可以 玩一些遊戲 然後在那邊跑跳 然後最後我們還可以走 走的話 就是從瑞景 達到瑞景裡的瑞安宮 然後可以做一個環狀的步道 大概3.6公里 做一個很簡單的進行路線 然後最後的話 就是這條步道可以做 因為剛剛有介紹到 因為清理步道跟文山社大 在這個步道路口裡面 已經有30公里的首座的經驗 那我們希望把這個經驗裡面 延續在結合社區裡面 把這個精神做一個延續 然後做一個環境的一個 整個步道的一個 一個做手座的精神 然後讓達到我們 一直建立步道 一直在推廣就是 天然步道零損失 然後水流步道不成長的一個目標 這大概就是我們這一條 瑞景登山步道 我們希望達到的一個目的 謝謝 謝謝 那我們六組話報完畢 那接下來就是請老師來賓 來提供問題跟回饋 那首先我們是不是請佳智李老師 謝謝 謝謝 感謝各位貴賓今天可以來參加 然後 我現在來發言 然後 我忽然這個有壓力有進步 今天表現的 真的很不錯 相較以前兩個禮拜 然後雖然中間也修了一個中秋節 可能有一點點幫助 哇 沒有 沒有 我就是通論來講 這六組其實 我很感謝各位學員帶給我 因為老實說個人對台中不是很熟悉 但是對於台中的步道經常在聽 特別是大坑風景區 從幾號步道幾號步道下舞台 那我覺得從今天大家帶給我的是 我聽到很多步道在地的過去的歷史 和故事啊這些東西 其實這個還滿吸引我的 那其實這個應該也是步道最美的 因為 不滿大家說的 然後我們的執行長 就是他們現在在西班牙聖雅各 參加世界步道大會 然後回饋回來的 給我們知道大概就是 我們這時候會做這件事情 步道只是一個媒介跟業縱 然後是希望能夠大家透過步道的這個東西 到山村到鄰近的鄉村地區 或是鄰近的社區去瞭解當地的東西 當地的故事 像剛剛您所談到的 所有步道過去的這些東西 然後能夠更認識地方 然後能夠在地消費等等這些東西 然後帶來一些進山村的經濟 或者是跟社區的互動 我想這個是我們在推步道更希望 它能夠更發揮更大效益的這個部分 那當然我們也希望 步道能夠持續的 半年環境呼籲的這個起頭 所以在各位可以看 從各位的報告裡面可以發現 就是過去很美好 未來也值得憧憬 但是好像現在有一些問題 那這些問題總歸長好像 就回歸到我們在上課裡面一直講的 都是水的問題 不是水的 誰的問題 是水的問題 都是水有沒有 每一條步道 那也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北部的同學所報告的步道 它的年降影量都是3500跟3800 然後這邊台中的年降影量 有的到1115mm而已 所以跟降影量差了三倍 那差了三倍 你可以看到那個環境跟那個土質 所產生的狀況也有很大的差別 有很大的差別 另外來說的話 比較起來今年的這個步道 進階版步道區 因為可能有剛剛講的這個文靜的關係 所以在前途上面 在步道裡面所簡化的內容裡面 對於土質跟地質跟土壤的這個部分 相對比前兩屆的步道學 對於這個部分來說相當的專精 所以你可以聽得到 頭科三層是沙利岩護層 然後這個濁蘭層是沙鹽肩甲泥鹽等等 這種很專業很學術的這個東西 我覺得是這一屆跟其他屆很不同的地方 那雖然今天可以順利的 如果畢業了 那也希望大家持續的 繼續的回來前禮步道這一邊 跟市政府這邊或是未來中都啦 或是學校裡面需要各位幫忙的時候 不要跑掉 繼續回來 因為剛剛你先解包了 你們已經達到M0 就是種子實質的資格了 又如續續可以從朝向M1、M2、M3的方向去走 那也許20年後你們就是容易步道師了 好 這邊是我代表好簡單的意見 好 謝謝 謝謝 接下來是請我們哪一位來賓嗎 好 那幾個指導老師啊 鬼鬼賓 各位夥伴啊 算是對於那個不到誰這一塊有興趣 不過事實上 剛剛報告裡面在台中市的部分是 我記得應該也有四條 那我從事步道 有2014年中最早的東北角 草泥古道 草泥古道當初要怎麼建 那是日月坦的自然的步道我都做過 那來台中讓很多那個台中市的那個步道 讓大家看得很有用 但是這些步道我個人覺得很多 如同各位給的資訊裡面 我覺得今天的那個簡化都非常好 不過有幾個重心點 我大概來我的感想 也不想介紹一下一件 第一個就是當然用到RS的理論 自然度 那每一個步道的自然度 你要去定位它 蠻重要的一個就是存在量的一個問題 那你大概要 使用者大概要多少人去 那你不到到底要放多少 那不要什麼樣的方式 要什麼樣的所謂步道 事實上也有關係 那第二個問題 所以剛剛老師也有講 最近老師的問題是讓你影響是最大的 不管你用什麼樣的方式去修 那我剛剛看了蠻多的那個資料 我或許沒有修出來 但有一組就修得蠻好的 就是說你用的資料 應該是剛剛的就最當地的 然後你要去做的那個 不管你自然資源或者是這樣的資源 然後符合你先要去做改變的那一塊 那你使用者怎麼去做體驗 然後你要去改變地形的地方 那個水保的部分怎麼擺水 那會當然 有時候你體驗了你的需求的那一個定位 所以你用RS 你到底定位目標是什麼 在哪裡 那個要先出來 然後後面去做才能夠達到你要的一個目標 這個是我第二個感想 那第三個就是體驗 就是使用者 那是居民來體驗或者是一般的遊客 或者是有比較高期待的人 那來做這樣的一個步道的一個體驗 當然現在我們大概的目標都比較熟 比較熟悉在跟社區的地方 地方居民的會比較OK的 那如果說跟有一些文化層面 比如說跟聯盟這一塊 我是覺得能夠社區張宇 那當下課的時候我一直也在談到就是 企業正兩個 正兩個這一塊 因為現在公民部門的痛比較 比較沒有辦法就是公民部門的進費 一個是監督單位 他喜歡伺服面 還有那個 那個在執行面上會有一些壓力 所以會比較沒有辦法就是說 做比較長期 尤其是在整個的設計階段到執行施工 後面後續那一塊 後續那一塊 事實上是需要比較有序的 那這種部門這一塊 大概有時候是不足 所以是不是有社區 或者相當的這兩個制度來講 會比較躲藏一點 會比較躲藏一點來推動 那第四個最後一個不好意思 最後一個感受就是 因為很多都是檢討 在檢報裡面檢討之前 許多的不知道有哪些 那站在設計值的一個角度 蠻重要的一個因素就是 減量原則 減量設計 因為很多看到不好的 沒有看到就是後面哪裡不好 我怎麼去把它減量 會不會加到這一個實作裡面 然後去寫腳處理 那這裡面當然會牽得到很多 因為裡面也有一組人提到 就是國際權署的問題 那事實上這個問題 會覺得大家有一些 那個國際權署的問題 會跟現地有很多 你設計者本身要用的 我今天提供來 那我需要達到怎樣的一個目標 那是不是你要跟他同事 都這樣的一個問題 那原來的實作的 你要把它拆掉 是不是他願意 所以都會見到比較實質面 使不上那些困難度 當然大家對嘴裡講話 這都是站在一個比較樹地的地方 要有需求去開發 但是如果說在沒有辦法 再達到一個 就是說一個一塊樹地 或者一塊圓圓圓圓設計的原則之下 那這個很多策略性的方式 可能要達到那樣的目的 可能還需要相關的策略來採破 所以說